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小拇指上有一个常瘦的开关 一分钟就能激活它 筋骨强,睡眠好,眼睛也亮了 小拇指上的常瘦开关就是一个显为人知的秘密 通过了简单的按摩和刺激 这个开关就能够帮助我们强健身体 改善睡眠质量,甚至让眼睛更加的明亮 一,身体是否健康,看看小拇指就知道了 在中医的理论中 小拇指与心、肾、肝等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观察小拇指的形态、颜色和纹理 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的状况 例如,小拇指苍白、无力 可能就提示气血不足 小拇指弯曲变形可能与骨骼健康有关 小拇指上出现青筋暴露 则可能会反映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当然,仅仅通过观察小拇指 并不能完全的确定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但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指标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刺激小拇指上的特定的穴位 来激发身体的治愈能力 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2.小拇指藏着巨大的秘密 无论是失眠还是肾虚 这些问题咚咚小拇指就能够解决 拇指之中,人们似乎最看不上的就是小拇指 论个头最小,论排行最位 给人点赞都是用大拇指 吐槽人很差劲,就又都是用小拇指 但事实上,每根手指都是单数一条阴晶或者阳晶 唯有小拇指,内走心晶,外走小肠晶 阴阳兼备,别看它弱小 其实,它潜藏着巨大的能量 小指关联着心肾,足厚头疼 心肾的问题就有小指管 小指对心肾子宫高丸关心密切 1.强心乏癌 心脏是人体五脏六腑中 唯一一个不生癌症的脏腑 但是所有的癌症都与心脏有关 美国的一位科学家研究发现 心脏能够分泌一种救命的荷尔蒙激素 它可以在24小时内杀死95%以上的癌细胞 而且对其他的绝症也有极好的疗效 而当人处在痛苦、担忧、抑郁等消极的情绪时 心脏几乎完全停止分泌这种激素物质 按摩小指使人心情愉悦 促使人的心脏分泌丰沛的荷尔蒙 因此保养好心脏以及调养好心情 可以防止一切的癌症 2.补肾 右小指通肾及二因 左小指通膀胱 而且还通肺、通胃、通肾 因此按摩小拇指可以强肾 小指如果色泽苍白、有白斑甚至干枯 就是提示肾气亏虚 而这是大家常忽视的 大多以为出虚汗、性欲低才算是肾虚 而那时候已经严重了 3.缓解前内线炎 患有前内线肥大症的老年人 发作时小便不畅、甚至避尿 此时用左手捏右手的小拇指关节 用右手捏左手的小拇指的关节 不但小便通畅,而且残留的尿也大大的减少 防治白发 按摩小拇指可以强肾 中医认为肾则齐滑在发 头发的生机根源在于肾气 肾有无活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看头发 头发长得好,说明肾功能不错 肾好头发就乌黑、旺密 因此经常的按摩小拇指可以消除白头发 五,预防老花眼白内障 小指外侧肌部有一个对治疗眼睛老化 以及眼球结膜生意很有效的精学 叫做老眼垫 如果老年早晚用拇指以及食指 捏住了小指的肌部 就可以防止白内障、老花眼等 三,激活长寿开关的第一招 提水锻炼法 若你手边有水瓶,不妨尝试着将矿前水瓶挂在小拇指上 并进行向上提拉的动作 若周边没有水瓶,也可以将双手的小拇指轻轻的勾连 反复地进行松开以拉紧的动作 大约重复50次即可 这动作借助水的重力或者双手间的拉力 有效地刺激小拇指的第一关节处的肾血 进而达到了强化肾功能的效果 使用水瓶时,务必选择轻便的 以避免手指因承受过重的负担而受伤 在中医的理论中,肾与骨骼健康息息相关 因此,那些久坐或者是久站后 常感到腰膝酸软的朋友们 可能就是肾脏功能较为虚弱 小拇指从上往下属 第一关节指横纹的位置是肾血所在 相较于其他的手指 小拇指在补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猪油头疼,肢体麻木,白发增生 关节疼痛以及小便不畅等 以肾的功能衰退相关的症状 均可以尝试通过小拇指提水法来进行调理改善 激活长受开关的第二招,揪心火法 心火这是一种能咬乱心神的力量 当心火在内燃烧 它可以导致我们失眠,心情烦躁 坐立不安,甚至引发心悸和心慌 有些人一年世纪频繁的出现口腔溃疡 这实质上也是心火过往的一种表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对呢? 答案就是揪心火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从小拇指的指根开始 靠近小鱼剂的部分 向上揪捏,一直捏至小拇指的指尖 在闲暇之余,我们可以这样从下往上的揪捏 双手交替的进行,每天进行50次即可 长期的坚持这一方法将有助于安神定制 将内心的血火揪出体外 这是因为小拇指上分布着心经和小肠经 而这两者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正好是相辅相成的 心经之火在中医看来 是通过了小肠经的主导作用 以尿液的形式排除到体外去 通常尿液颜色偏黄的人 可能就暗示着是心火过往 通过揪捏小手指 我们就可以利用心与小肠的相互的关系 引导心火下行 最终通过了尿液排除到体外 对于那些经常感到心烦意乱 舌头和手掌发红 尿液赤黄以及便秘的朋友 尝试采用揪心火的方法来进行调理 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激活长寿开关的第三招 滚痒木法 视力逐渐的变得模糊 这其实是我们体内的脏腑逐渐衰老的反应 特别是与眼睛紧密相连的肝脏 灵书脉度中的明确记载 肝气通于目 肝和侧目能变无色异 当肝气不足或者是肝气欲绝的时候 眼睛也会受到牵连 表现为眼肝事物模糊 严重者可能会导致老花眼和白内障 在小拇指的下方与手掌纹路的相接的位置 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穴位 后膝血 定期的按摩尺穴位能有效的缓解眼部的不适 后膝血位于微卧拳 第五指掌关节 后齿侧的远侧拳横纹头刺白右击 记在小拇指关节后的掌横纹末端 凸起来的便是 建议每天抽出一些时间 在桌角轻轻地滚动按摩尺穴位移到三分钟 按摩后会感到眼睛变得更加的滋润 虽然初次的按摩后吸血可能会有些许的酸痛 但请放心这种不适感会逐渐的消退 通过按摩尺穴位能够有效的调动体内的干气 促进干血流通 从而使眼睛焕发出更加明亮的光彩 值得一提的是 小拇指上的后吸血不仅有益于眼部的健康 还能辅助缓解急性腰扭伤 闹疹耳聋 异病以及角膜炎等的多种的病症 没想到吧 我们的小拇指竟然藏着如此神奇的大秘密 只要我们把这个长瘦开关打开 就能够帮助我们强生健体 改善睡眠质量 让头发乌黑 甚至让眼睛更加的明亮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